曾经车查全球航空业空中霸主波音 在最近几年意外频传 难道全是驾驶的错 华盛顿州的波音埃佛里特工厂 吹哨着梅尔难得出面 她说会进这一行 是因为后母曾是波音品质检测员 一架新机能不能出场飞上天 得先过她这一关 梅尔指控波音把瑕疵零件安装在 新机上原本希望通过公司内部管道反应 去石沉大海 直到募集阿拉斯加航空意外 终于决定挺身而出 她表示按照波音规定 喷上红漆的零件都是瑕疵品 需要退回阿拉巴马州澳本市 但2015年某一天 她却目睹应该回收的问题零件 竟然悄悄回到埃佛里特生产线 类似偷鸡摸狗的行为持续数年 至少5万个问题零件 已经被装在飞机上 尽管梅尔不断反应这个重大问题 却一直被波音调查小组冷处理 从2022年这封邮件就看得出来 尽管波音回复CNN的声明中 再度重申重视员工声音 持续改善品质 但吹哨者不表乐观 连续出包重创消费者与投资人信心 波音能不能痛定思动触敌反弹 恐怕得从只求盈利的企业文化开始下手 但如果你甚至能保持续改善品质 你还不太做得正确 大家先回来综合报导